不断以头撞墙 强化头骨就能练就铁头弓 你觉得是真还是假 传说有异武侠迷 每天以头撞墙上百次 甚至拿砖头石头往头上扎 借以训练头骨的耐力 没想到数月后真的练成了神奇的铁头弓 少林铁头弓为少林七十二绝技之一 于是我们找到习武多年的少林武僧 严胜师傅 为了证实自己苦练多年的铁头弓 师傅拿出少林弟子练功的硬铁 首先先剖开大西瓜 证明铁条真假 接着在充分运气后 就将刚硬如山的铁条猛力往自己头上一推 铁条硬生生地断成了三结 从S光图比较师傅和小兵的头骨 医师表示厚度差不多 但构造上师傅头型较圆 以物理学和力学角度 越圆的头型受力较均匀分布 再加上师傅头骨密合度较好 所以接受外力撞击的力量也比较大 而且不易骨折 此外在抗折测试中更发现 铁条在承受90.9公斤压力时才会断裂 但师傅说 想练成可不是一昧的打头撞墙 而是得先学好运气吐纳的基本功 否则练不成绝技 反而会先头破血流漏 穿过去 不愿意 我好几乎 与你 想剪刀 我好几乎 不休 你 这个 我好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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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 美 我好几乎 我好几乎